好 帶大家來品嘗兩款不一樣的蔥油餅 首先看到花蓮這個黃黃的 當然是爆漿的半熟蛋 老闆選用比較薄的手工麵皮 跟新鮮雞蛋一塊下鍋油炸 吃起來外皮非常的特別 當然爆漿的半熟蛋是它的賣點 另外看到的是彰化式的黃金炸蛋餅 同樣酥脆的餅皮跟半熟蛋 但是加上泡菜 火腿這些配料 吃起來有不同的層次看 來看今天的喝價來PK 將擀好的餅皮下鍋 接著再打入一顆新鮮雞蛋 餅皮先起鍋 老闆算好時間 把炸好的蛋立刻包進去 塗上特製的辣醬一口咬下 滿滿爆漿半熟蛋黃 立刻流了出來 這間在花蓮由發財車打造的 炸彈蔥油餅路邊攤 已經傳傳到第二代 老闆堅持爸爸的做法 選用比較薄的餅皮 讓口感更有嚼勁 同樣是滿滿的爆漿半熟蛋黃 從蔥油餅裡面流出來 這間彰化的小攤子 老闆一樣是用手工麵皮放入油鍋裡油炸 不過和花蓮不同的是 但是直接放在餅皮的上面一起炸 起鍋後再加入泡菜火腿等配料 吃起來更有層次感 除了口味豐富 老闆為了讓大家吃得安心 不只餅皮採用純手工 連炸餅的油都是自己動手做 PK比比花蓮炸彈蔥油餅 有嚼勁的薄餅皮和半熟蛋 加上特製的辣醬 簡單美味 彰化黃金炸彈餅 手工的餅皮和半熟蛋 還會加上泡菜火腿 增加不同的層次感 民眾喜歡哪一種 不管是簡單的美味 還是豐富的口感 看看這爆漿的蛋黃 從餅皮中慢慢流出的畫面 不管怎麼搭配 怎麼吃都非常對味 華視新聞 無聯小月 謝忠義 張義軍 彰化 花蓮報導